Yo What's up? You're watching 你們在看的是 在看的 玩具TV Toys AV 玩具電視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來到九龍灣展望中心舊展 今天看了一個香港的文創展 有一個文青 你也知道我一向喜歡扮文青 文宗應該是文宿的 這個展覽其實不是很大陸的玩具 或者文宇創作展覽 但裏面包含了很多香港比較活躍的設計師 插畫師 藝術家在當中 都是值得同大提 尤其是你身不在香港的朋友 一來可以看看香港現在的情況如何 另外又可以關注香港的事情 一方面外國的朋友 內西亞 新加坡 內地台灣的朋友 懂得外國廣東話 其實都可以看看 其實香港的文創 其實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可以看看其實後面是很大的 場地OK大 另外就是很多人在參與當中 由於我們拍攝的時候 差不多已經去到尾聲了 所以人不多 但是你發覺 喜歡文藝創作的朋友 仍然都是 一直在留意著 作流的時間很長的 他們都有心去聽一些設計師 藝術家他們講解自己的作品 現在我先走一走一些地方 先走一走一些地方 先走了一圈角落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參加師協會當中 有很多朋友來到當中 去做展覽 我們都看一看 這些他們是很多設計師的作品 明白嗎 這個 Vanus Philosophy 其實很多朋友都或者有些前設就是 香港的文創不夠豐闊 我覺得這十幾年是轉化了 因為很多在不一定是外國 香港很多的文藝創作培訓 市場和中港台幾地的影響 加上有一些很出色的成績 在不同行業 大家都豐富了這個領域 和願意去更加 相信這條路是值得走的 所以看到香港很多年輕人 投入了這個行業 雖然他們的路 之前都有分享過 不太輕易 可能他們很多時候都要兼職 或者兼顧幾樣的工作 但是他們都很樂意去投入這件事 希望創出他們一片的晴天 現在看到很多朋友都很認真 我這個主題專門是港京 我今次想運用一些粵語和廣東話的 一些常用的句子 即是做一些延伸的插畫 這裏就是一些關於貓的插畫 例如有閒聊聊的出貓 和古早貓、化妙貓、貓、貓食貓 之後呢 這系列最主要是這些四張畫 但看來講 我剛才設了一些故事 就是說一隻蟹衝過來擺展 然後我吃了這個蟹衝過來 就說這隻大魔蟹衝過來 打倒了一隻海鮮蝗之後 整個東西倒捨了下螃蟹 然後海鮮衝上岸 那些貓在咬海鮮的時候 同時就問 誰打倒了一隻海鮮蝗呢 然後他們住在同一條街 就認為是狗肉 但是狗就吃了一隻貓 就說為什麼那些貓 神神驚驚這樣 好,這裡是拆畫師協會了 那麼我們 這裡就是綜合了一班拆畫師 當然他們不是每個人都在 但是呢 協會就不為餘力地做很多事情 幫我們 投入到他們的不同設計師的展覽 我們每個人都都在一起 我們兩個人都在一起 我們五個星期間 都在一起 我們每個人都在一起 我們才是有的 要就是買的 要衝 ours 就買的 這些貓 是 我們 我們 小曲 也是 都在一起 香港一如既往永遠都是臥虎藏農 不過以前的環境就是要去到很厲害才能夠跑出面 現在無論是媒介、團體或各方面的支援都製造了更多環境 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努力為他們自己的事物開創一片天 孤星 這個很有趣的,也是一個富士山的好看 富士山也可以變成一個公正 其實創作很豐富,自己行李的想法和喜好可以做到很多事 看看他們的照片,就是香港插畫師會賴香港HKSI 人才仔仔,香港插畫師何止這裡那麼多 不過這群團團團結起來希望做到一些事情 希望一起勤插群力,幫大家互相推廣 先拍一些覺得很有趣,有趣的東西 這個真是撞到,因為這裡也差不多 參展單位是200個以上 雖然是詳細的,他們的桌子不是很大 很多設計師可以把他們的作品擺出來 這個名字應該懂得讀,Giriguru Giriguru,那個Low就是T-shirt 他們不單有信用卡架,有T-shirt Giriguru出了Low 我覺得整間都很傳統,不是傳統得來 不要這麼奇怪,很搞笑的樣子 現在創作裡面很多時候都是貼地的照片 例子不舉,表達自己的個性和喜歡的東西 好,都發覺香港的年輕消費群都挺喜歡這個 我發覺是的,很多市集都有設計師出現 他們都是有這些類似的東西 都是那一句,這個節目希望能夠給華人社區 中港台,全世界的華人 看到剛剛這個是我們香港炒斯協會的會長 他自己都是拜託,他是一個很... 哇,這個畫工很厲害的一個朋友仔 他看到這些畫工呢,哇,這些很厲害 我可以形容切橫行勾 通常形容一些舊派的水墨畫 但其實新派的話,我覺得是可以切橫行勾 為什麼呢?其實是很有man power的那些東西 不是人力那個,不是很多勞動力man power 很有man power 就是有一種男性的汗衣蒙的味道在這裡見到的 雖然他有時候說女仔 很期待這位大師的其他作品出現 對啦,可以買這個 這個已經是實物來的了 就是一個board game 這個就是本地製作 就是阿希他自己做的策劃concept 我開了一些比較少見的作品 哇,多複雜 這些巨文是原本來的 很硬派的很男人的科幻軍事味他們都做到的 不是他,是他 這個看見都很開心 各位朋友,你們有沒有想像過 其實香港的談話師 可以做到這些概念呢? 其實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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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好啦,拍到這麼多了 如果真的想欣賞阿希的作品 唯有買他的畫集 買他的設計的board game 買他的畫 據聞今天的畫其實是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賣光 你真是 這些不文青的朋友 想不到文青的創作可以賣光 對呀,沒錯 不只是某某大牌子才能賣光 這些一樣是賣光的 所有的印碼都賣光 所以,謝謝 其中一個叫文青 一個香港的維港景色 有一個好像海底的畫 他們都會很努力去寄出很多相關的產品 例如這個環保袋 我們經常看到有Postcard 甚至有Airport Case iPhone Case 不是賣光 是賓獎 所以,隨便賣光 在高速底的顏色 是為甚麼會發生 他是為甚麼會發生 是一般的 雖然是靠近的 究竟成果 為甚麼會發生 雖然是為甚麼會發生 如果想要做 那麼多會發生 現在是在試一張閃卡 這張閃卡裡面有一些文章 就是有些AR在裡面 買了閃卡之後 你會看到鼓仔的對白 其實是AR的功能 對白是跳的 對白是 好像日文 其實不是日文 是漢字 這張閃卡的貼紙 看到是埃及的模式 會不會是下一個公仔 對白是 對白是 很少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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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 很棒的 還有這些貼紙 有些其他功能 好像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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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問他們 有些部分貼紙有其他功能 貼紙來說 現在香港也有一個潮流 開始跟日本那邊流行過來 香港很多設計師都用這個媒體 去把他們的作品發表 這就是其中一部分 他們也混合了一些類似 是Bord Game的物體 換味性就很多 不單有一個原創 這次他們在文創展裡 就放了幾個博物 設計師他們 我聽到他們有自己做 製作的劇 而那兩個公仔就是 當中劇一些畫面 我拍一些 這就是 Ice Tell 聲音劇場主題 我是練5點 好了 時間光是篇幅太多了 原來很多創作 他們 其實看到在場 很多設計都很多元化 還有自己的風格個性 當然你們如果看見 觀眾覺得是 像些 什麼地方那些 其實不重要 因為重要就是 其實這個是香港創作 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 來樂樂 這個就是 它出了很多 製本畫作 喜歡的朋友 留意我們的 QR Code 有很多的製本 真的 出了很多 原來它製本 都很受大人 甚至少年歡迎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他們立體化了一個 玩具產品 叫做雪仔 讓我吃雪吧 那本書 其實就 當然在樂的創作裏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其中一個 一種 都很適合 很多的 不同的創作 他們除了用一些2D的表現 其實它會用產品 或者日常用的產品 可以做到他們的作品表達 這個呢 又兩種風格 它出R-Pin R-Pin 都是一個方向 他們可以將他們的作品 給多些朋友 知道他們的作品 以及欣賞他們的朋友 可以支持 很多很多 不同的作品創作 看看吧 喜歡的朋友可以追蹤他們的IG 這邊 左邊的K-Me 右邊的Follow Me 我會看 這次我們主要有 印刷畫和Postcard 這邊呢 就有其他的東西 也有Practcard 都可以看 我認回你的名字 2Bract Psycho 就是這樣 就到了 這個呢 我自己挺喜歡的 就是 Srupt毛 是不是刁毛 它有新作品 出現了 這個是Action Figure 大家不要動 可以玩 可以選擇的 但是全部都是自己創作 以及手作 手招 之後再上色 每一隻數量都是極度少的 因為根本真的是手作 你其實就當它在R-Piece處理 看待吧 Srupt毛 很划算的 這個字應該沒有這個字 是不是 但是 它直接吃得很漂亮 據聞 這個是新系列 這個 不是用泥雕 是用3D畫 畫完之後 再打印出來 倒模 然後再上色 所以它是 用一個比較線條簡單的處理 這個是椰菜花 紅菜頭 天褲仔 還有 剛才最棒的那隻 真的沒有了 那隻雀仔沒有了 剛才還看到的 不要緊 希望它再出 另外這個 天眼描述 Goth's friend for you is still good 我認為就 always good 不過有時當然是 still good 是我的意思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 不明白 看看究竟 是不是最好 我們看以為 一些短暫的 覺得 一些鍛鍊 一些低谷 低潮 不是那麼好 但是 大家都要問一句 究竟 沒有苦鬧團 這就是另一個 我們最好還是拍下 他們的創作 還有 這個KR Code 應該可以追蹤 喜歡的朋友 可以聯絡他們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直接把自己的作品 或者商品牌 去銷售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以為是 現在 這麼方便 我們可以在外國的朋友 都可以回來 支持我們香港的 藝術文化創作 好的 我再走 看到一些好東西 我就拍 可能會漏 當主可以走了 這麼開心 挺文明 這個也很美 這個 又沒有當主 有時候當主拍他們 去拍酒 很漂亮 這些是甚麼 其中我們床上 變成了一些 其實我不是看著 珠外看著那些 類似墨魚的物體 我喜歡這些形狀 好像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是 像水模 手工製 心口針 IG MityMity 這些很有趣 很棒 又有人推出 Airport Case 很漂亮 這是他們的IG 很常常你會配一些字的 我都是照你的意思去做 這次我真的安慰難做 這個就是 這個 我先拍這個 這裡 人手的黑印章 人手的黑印章 這個 是香港的大東山 裡面 有三隻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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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有三隻鴨子 這是香港的大東山 這一個 整個 三隻鴨子 這個 都是 HERE DREAMY 剛才跟MityMity 一起擺 這個 你們是做 張 印章 其實是印章 但是你又出一些畫 其實你都是平面的 創作 不過就做了印章 通過這個媒體 去 可以 跟一些粉絲 或者朋友 互動 麻煩 他們會用很多方式 不是說一定是 2D就當然了 但是他們會用不同的界面 去跟一些 不同的 客戶 或者愛好者 去溝通 因為做了印章 它可以再印 就是章 都可以賣 對 我們可以訂製 通常都會 傳出相片 如果訂製 就是說 我們訂製 我給你一個概念 客人給你一個概念 然後你幫他畫 然後再 通常有些人會做寵物章 然後再給他 通常做寵物章 哦 明白 哦 收到 其實他們不只是做自己的設計 他們可以 Taylor made 按這個 commission commission job 你們可以 做一些他做的事 哦 明白明白 甚至是一些 其實本身是 你對 另外一些藝術家有興趣的 例如 公園進度馬 其實你可以 跟他說 我要做我這樣的事 應該都可以 好 麻煩 好 好 原來真的很多元化 是超多元化的 這個 這個藝術家 他只是做花花的 你只是畫花花 這個系列主要是花花 哦 這個是花花 之後再畫動物 哦 即是畫動物為人 OK 你是火星畫志 是的 是的 即是你的 brand叫火星畫志 是的 但是跟他 我們見到的作品 有些少少 比較不同 一個很花 一個很完整 一個很科學化 火星畫廊 有什麼意思 火星畫志 我覺得火星都是 我們正常人類去不了 還沒去到 所以其實都是很神秘的 是的 那主要有些用色 是 用色 都有一種好像 你猜不到 是 我會怎樣 落色 是 還有每一筆都是回不了頭 是 我覺得我畫這些 跟普通在電腦上說不一樣 因為電腦 其實你畫錯 你可以回頭 是啊 我這個好像每一刻 都是當下 我的感覺 就是那個筆 都是表達我 當下的情感 嗯 我覺得挺有趣 剛剛跟我們說的就是火星畫志的創作者 是啊 怎樣稱呼一下 我叫Alice Alice 你現在是全職去做藝術創作 還是說 都好像很多 年輕人 其實都 很難 是 用我的空襲時間 是的 我看很多都是 你看到很有趣 就是香港的情況就是 雖然環境不是那麼 不要說不適合 也有不少的門檻 但是你們都很努力去 用空襲時間做 好像始終畫畫和色彩的表達 其實是一種舒緩情緒 嗯 就是一陣子我們不斷去吸收 可能看電影啊 看電視劇啊 就是很多娛樂 但是我們不斷去拿很多東西 但是我當時覺得要找一個地方 去抒發出來 就是很多自己對這個 可能這個世界的感覺 嗯 就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個我也很喜歡的 這個 可能剛剛大會說 差不多完美結束了 大家有一個很好的 蘇團結束 一起說開心 就有兩聲了 謝謝大家